我们再继续往下讲 速率定律式或者是说速率方程式 那所谓的速率定律式就是说 我们的反应速率跟我们的反应物的浓度 比方说这一个方程是A加V 是反应物C跟D是常物 那这个我们的反应速率跟我们浓度之间的关系 数学关系是把它写出来 通常就是若干次方 浓度的速率跟浓度的若干次方程 正比把它写出来 这叫速率方程式 那这个R就是速率K 小K就是速率常数 反应速率常数 那这个A跟B就是浓度 那M跟N是什么呢 次方 那这个几次方要由实验数据去算 并不是不一定刚好就是 小A跟小B它的系数不一定 那如果是气体的反应 那也可以写成速率跟分压的若干次方 方程正比 那这个再讲一遍 那这个M跟N必须要怎样呢 必须要做实验去推球 那我们这个方程是我们的就讲说 对A来讲它是M级的反应 对A来讲它是M级的反应 那对B来讲它是N级的反应 那我们说这个反应的总级数 总级数呢 那就是M加N级的一个反应 那这个M跟N呢 它可能是正整数 那也可能是分数或者是0 甚至是负的都有可能 那接着你们可能需要理解一下 就是这个K叫速率常数 K叫速率常数 那K等于什么呢 那我们把这个刚刚这个除过去 那是不是就等于 浓度的A的M次方 B的N次方分之R 那我们再研究一下 这个R是什么呢 反应速率 那反应速率通常就是 比方说单位时间内浓度的变化量 就是反应速率 那这个A的M次方 乘上B的N次方 所以总共底下的 底下呢是浓度的 M加N次方 所以我们的这一个 速率常数呢 它的单位 单位呢 就是浓度的几次方呢 那这里把它合在一起 上面是A一次方 减掉 M加N 除以秒 这个秒就时间 那这一个呢 时间当然不一定是秒 有可能是分 或者是之前讲过 可能分啊年啊天啊 都有可能 那所以这个我们呢 结论记一下 就是速率常数的单位 所以呢就是浓度的几次方呢 这个1减掉总极数次方 总极数次方 除以时间 这个秒就时间 那当然呢 如果说 它这个反应 它是用气体的分压 当作单位 那这个速率常数呢 也可能等于什么呢 也可能等于这个分压 比方说毫米水银柱 的1减掉总极数次方 除以时间 这个是它的单位 那第二个需要知道 就是说那影响小K 数率常数的因素 影响小K的因素 有哪些呢 就是 当然我们说不同的反应 它可能反应速度有快有慢 那影响这个K的因素呢 影响K的因素有什么呢 这一个 第1个本性 本性就是有些反应快 有些反应慢 比方说铁声在空气中生锈 那当然它就比较慢 那如果说比方那钠 钠呢 丢入水中反应速度就很快 这跟它本性有关 那你注意如果说 这个反应需要溶剂的话 那溶剂也可能影响反应速率 所以 溶剂的因素 你把它归类在本性这里 本性 那影响K的因素还有什么呢 温度 还有呢 催化剂 那这个在未来的章节 我们都会讨论到 所以最后把它统整一下 我们说反应速率 反应速率就等于常数K 那乘上浓度的落干次方 所以你把它并在一起 你就可以知道说 那影响反应速率的因素会有哪些呢 会有这个 影响反应速率快慢的因素会有哪些呢 那你可能是 浓度 或者是压力 这个浓度或者是压力 第二个可能是K 那K是什么呢 影响K的因素就刚刚这三个 本性 包括溶剂因素 温度 那最后催化剂 就是我们这个速率定律式 那我们来做一下题目 知道说怎么我们从实验的数据来推论 这个反应速率跟浓度的落干次方成正比 所以我们看一下题目 直接请翻过来 看到讲义120页的范例式 那请看到120页的范例式 这里 那这个呢 锈酸根跟锈离子在吸油酸中反应这一题 那我们看一下 怎么算它的速率定律式 又叫速率方程式 好来这里 表格是这样子 第一个 第一个 这个你看 这个影响速率的因素 有这一个这三个 锈酸根 锈离子跟氢离子 对这个 那这个最后一个是锈 锈的反应速率 那我们看一下这三个浓度 跟速率的关系 也就是我等一下最后 最后我要给一个答案 就是说这个反应速率 这个锈的反应速率呢 等于常数K 那乘上 锈酸根是几次方 锈离子 是几次方 那氢离子是几次方 假设是MN跟P 那到底是若干次方 成正比呢 那我们就 怎么讨论呢 注意 如果我要研究速率跟锈酸根之间的关系 那最好我就把锈离子跟氢离子的浓度 控制是固定的 那就可以研究 锈离子跟 这个反应速率跟锈酸根的关系 所以我第一个 第一个我比较什么呢 就找锈离子跟氢离子是固定的 那刚好1跟2 1跟2呢 锈离子跟氢离子浓度都是0.1 0.1 但是呢 锈酸根的浓度变2倍 所以我1跟2来比 由1跟2 由1跟2来比 那这样子的话 这一个 锈酸根的浓度变2倍 然后呢 反应速率呢 跟着变2倍 你注意老师把最右边这个 本来乘以10的-3次方 然后为了比较方便 都把它变成10的-4次方 这样看得比较清楚 所以1跟2来比较的话 就可以知道什么呢 知道这个锈酸根的浓度乘以2倍 锈酸根的浓度变2倍 那反应速率呢 也跟着变2倍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 这一个 m 等于一次方 m等于一次方 因为2倍速率跟着变2倍 所以这个m 这里是2 这里也是2 那表示m是一次方 这样OK 然后接着 那我如果要知道锈离子呢 如果就锈离子的话 我就要控制 锈酸根跟清理脂浓度是固定的 那所以我们可以找到哪里呢 2跟3 第二次跟第三次相处 那第二次跟第三次 你有发现锈酸跟浓度是固定的 清理脂浓度也是固定的 但是锈离子浓度变2倍 那锈离子浓度变2倍 锈离子浓度变2倍 锈离子浓度变2倍 那反应速率呢 也跟着变2倍 所以知道呢 知道什么呢 这一个 n 也等于一次方 n也等于一次方 这样 OK 没问题 那最后如果我要知道 轻离子 轻离子对速率的影响 那看能不能找到前面这两个是固定的 所以看起来是 没有 看起来是没有 但是如果 因为如果没有 那我们 因为反正我们已经知道 锈酸根跟锈离子的浓度 都是一次方程正比 所以我就 找一个 至少有一个是固定的 你比方说 你比方说 你比方说3跟4 3跟4 或者是 1跟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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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方说 1跟4 1跟4 1跟4的比较 1跟4的比较 可以看得出来 1跟4 那锈酸根浓度不变 所以不用管锈酸根 那锈离子变2倍 那锈离子如果变2倍 那反应速率 反应速率应该要变2倍 那这个呢 氢离子的浓度 也是变2倍 但是呢 几次方不知道 但是呢 1跟4 1跟4 它的反应速率 8864乘以8倍 可以 所以 我们就推论 锈离子浓度变2倍 所以是2的一次方 乘上氢离子的浓度 氢离子浓度呢 是变2倍 但是是几次方 p次方 那乘起来 等于 反应速率 8864 8倍 就是2的3次方 所以p 也就是说 这个反应速率 跟氢离子的浓度 应该是 2次方乘正比 所以最后结论 结论 所以呢 反应速率 等于 等于常数k 乘上 锈酸根 是一次方 锈离子 也是一次方 然后氢离子 是2次方 所以这速率定律式 这是第一小题 第二小题 这个反应 速率的 总集数 总集数是多少呢 那就1 1 2 合起来就是 总集数是4级 第三个 速率常数是多少 那速率常数呢 你就把这 找其中一个数据 带进来 去解数率常数 那找数据的时候 你要找哪一个 这里 1 2 3 4 这四个 你要找哪一个 那当然就找最简单 都是0.1的 这个应该是最好算 所以 我们速率常数 就 有 有 实验1 实验1 带进来 所以k 等于 8 乘以 10 的-4 那你在算速率常数的时候 你要注意单位 所以 这个反应速率的单位 m 每秒 每秒 那除以 锈酸根是0.1m 0.1m 那锈离子也是0.1m 那氢离子也是0.1m 那氢离子也是0.1m 但是你注意 氢离子这里呢 是平方 那这样呢 所以 0.1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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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方 总共死的-4消掉 所以k 就等于8 那你注意k的单位是什么呢 这个 分子这里m的一次方 分母这里是m的四次方 所以总共是m的-3次方 除以时间秒 再次呼应 刚刚我们讲的 总 这个k的单位就是 就是浓度的几次方 就是浓度的1减掉总集数 所以总集数是4 所以1减4 所以m的单位是-3次方 那最后一个 第四小题 预测实验5 实验5 那实验5的梳理 我先把 秀 秀分子 它的 这一个生成梳理先解出来 老师把它写在最上面这里 实验5 这个RB R2等于多少 那怎么办呢 那我就跟 我就跟1来做比较就好了 实验5 这个BR2的速率是多少 这个 5跟1相较 所以这个 RBR2 比上 它的速率不知道 假设是RBR2 那比上 第一个速率是8乘以10-4 那它的速率比等于什么呢 就是它的 刚刚 就是1 1 1 2 一次一次两次之比 所以你看 这个5跟1比起来 它的锈酸根 是怎样 锈酸根 是4倍 所以这个1-4 这里是1 这里是4 1-4 1-4 那一次方 所以就这样 第二个呢 1-3 所以是1-3 这也是一次方 那这1-2 但是你注意 氫离子这里是平方 所以 如果氫离子浓度变2倍 那速率就是平方倍 所以呢 所以这个 2-2-4 4-4-4-16 乘以3 48倍 那换句话说 这个实验5 它的锈的生成速率呢 就是 384乘以10的-4 所以3.84乘以10的-2m 每秒 但是你注意 这个算出来不是他要的 他要的是什么呢 注意看 他说要的是 锈酸根的消耗速率 那锈酸根 那你注意他的提议 提议这一个 锈酸根跟BR2 注意看 右 这个什么呢 R BRO3 锈酸根 你看到 这个方程式 看到 方程式来 锈酸根 跟BR2 它的系数是1-3 所以当你把 这一个 BR2的 BR2的速率求出来 BR2的速率求出来之后 你还要怎样 BR2的速率求出来之后 你还要乘以 再把它拿回来一点 你把这个BR2的速率求出来之后 你要乘以1-3 才是锈酸根的速率 所以刚刚这里 这一个 锈酸根的速率就是1-3 BR2的速率 所以刚刚这里 我们再把它3.84乘以10-2 3.84乘以10-2 再除以3 大概将近1.3 1.28乘以10-2 每秒 每秒 所以答案 注意 这一题有陷阱 这里答案是这样 就是你先把 BR2的解出来 那BR2解出来之后 再去解什么呢 BR3 锈酸根的 按照他们的 系数比是1-3 所以解出锈酸根的速率 好